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每一队如果是打欧洲杯的话 其实壁垒非常分明 我就是英国 法国什么 然后以前我们同学就是英国队做一遍 法国队做一遍 然后看谁赢就互丢 就是看完球赛开始互丢杯子什么的 非常暴力的 我们徐老师是我们对非常专业的球迷 没有 伪球迷 他们有人说 当然说世界杯就是伪球迷的聚会 因为通常认为世界杯不是代表足球最高水平 你比如说西班牙 对 就别说西班牙 徐老师你觉得这种是什么 他们都在屠杀我们南欧的队伍 北欧 算中欧吧 你看荷兰 德国 德国狂斩葡萄牙 尤其是这个荷兰 把这个我们西班牙打成什么样的都 我不知道 我刚才还请教徐老师 我说这算不算是这个权怕少壮 对吧 感觉那几个人长得脆肉了 但是徐老师的观点是 西班牙从此不行了 也不对 我还是希望它行 你觉得这种打法 我这个就好像你生活中一段 这个千仓百孔的感情 你无论如何 虽然明知它不行 但是你还是带着双坦反救 心里有希望吗 因为它曾经给你带来那么多的欢乐 对 过去八年里边 你要是喜欢巴萨的话 整个巴萨打法 水银泻地 它两次欧洲杯 一次世界杯 过去的五六七八年里边 世界无敌 你做到这样 你还不够 所有人都研究你的打法 所以现在你看 它其实 其实它世界杯 只是把他们巴萨黄马的打法 分散成几个队 虽然我们现在对西班牙 可能觉得它不行 但是我们希望 不还是放在 阿根廷的梅西上吗 我们不还是放在 内马尔的巴西上吗 巴西阿根廷 但还是一个技术型的南美打法 拉丁 在某种程度上 所以实际上 那个针锋相对的 还是那种秀柔 那种就是 这种打法 跟荷兰德国的那种 坦克军刀的那种犀利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对抗 但是你比如说 好像是说哈维吧 他就是说 到死我都这么打 但是这就真的是反应 老了 这是解说员那句话 人还是那个人 风格还是那个风格 看西班牙被荷兰斩 当然荷兰 那个两个球是真是绝对漂亮 但是西班牙叫人心碎 他说呀 他说他是进来 其实因为我平常不大看球 他说他这个是有迹可循的 就西班牙的这种打法 对 他们慢慢的 过去七八年 大概有五六年 他们是非常顶峰的 对 就是但是上两年前 那时候欧洲杯 是勉强赢到 他已经是有点 最近两年 你要是盯着巴萨看的话 你每次都是伤心多过快乐 但是人就是这样 你虽然现在伤心 但是你想想他曾经 你跟他共享过这么多快乐 你现在看到人家一步行 你就另寻心 反正他不像话了嘛 这不像人嘛 对不对 所以老师是念旧的人 你看看 就算被他伤心 韦杰来了 我还是叫又婷 是真的 你真的好爱又婷 你爱你不会爱西班牙队 对我其实是喜欢军刀士 我特别看好的就是 男女的很多喜欢德国之类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球赛 每次特别是到最后的时候 我自己都觉得说 如果是那种打战术 就是teamwork的那种 通常在最后几场比较 反而特别稳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 反倒是比较华丽 比如说只中个人的那种 到最后几场就发现 大起大落 如果他今天发挥的很好 就真的很好 但他如果发挥的不行 那就一败涂地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我比较崇尚的是说 就是整体战术的那种 所以我喜欢德国 对 长得也整齐 对身高 就没有什么歪瓜裂 长得稍微 就是大家排在一起 都差不多 没错 你记得吗 我那天我又看了一遍 那个谁啊 王家卫拍的 那个一代宗师 其实电影真是拍的好 我跟你说 过段时间你再看一遍 人家那么精心拍的 你也需要再看一遍 我就可以越看好 我就看到什么呢 赵本山 你知道吗 他们当时都在说 说赵本山这个角色 没选好吗 所以大家都笑场了 其实我认为 他们不理解王家卫 你要能够忘掉赵本山 在你脑子里的印象 就是赵本山是一个 第一次出现的人 你要能像我这么看啊 你就觉得啊 他选的太对了 就是那么个 像个老婆的嘴 老婆样的 那么一个人 但是是一个 隐世不出的 这么一个高手 你知道这就过去啊 这就是西班牙 给我的印象 就他要是打好了呀 我太崇拜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个看着 不是图顶 是吧 你看那个伊涅斯塔 长什么模样 好像有时候给人 办犯规 给人把那个上衣聊起来 我也看这帮中年人 怎么摇不尖都有 坠肉 没一个肌肉 发达的 身材也不好 长得你看一个个什么模样 就梅西就算帅哥了 就原来巴萨啊 但是就这样的一些赵本山一样的人物 打得好强 打得多牛啊 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太一代宗师 但是当这帮图顶 就被石被运的时候 你真是看着你真是惨的 我觉得到最后给那个荷兰打到5比1的时候 你就知道大师啊 也会溃捕成军的 满地找牙呀 你真是惨 最惨的是他的门将 他门将是皇马 他是帅哥 他真是帅哥 他是帅哥 可是你被帅哥也被鱼打成这样 还犯了一个错 那个表情 你看他没多久 前不久就是还拿着皇马的杯 登上欧冠的顶峰嘛 所以真是叫人心碎 对啊 可是我觉得啊 就是男生就是常我们会说 女生都只是看就是帅哥球员或什么 可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在球场上啊 每个人都是就是汗流成这样 头发都乱了什么之类的 其实你最后看还是会说 其实他踢得好的那个人 他是有一种某种魅力 让你觉得他很帅 他可能私底下 比如说今天进球最多 就第一个帽子戏法的木论 其实你私底下看他 你也觉得就还好 就是外国人家 正常 对对就正常 农民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农民很好啊 农民很好啊 我怕被他的球迷打 对但是他私底下 但是他在球场上 那个进球 还有对球的那个专注力 你看到的时候 你就会被他吸引住 所以我觉得女生 不见得是看说他长得受不了 而且他在就是在这个场域中 他有没有他的专注力在 这是你的看法 对这是我的看法 说明你的水平啊 已经到了一个水平 我已经超脱了吧 有的女球迷我还看到最后 哎我觉得女的其实是比男的好色的 对我们昨天有一个主持人 他陪男朋友去看球赛 就球赛一开始 就大家走出来 他就问说谁是谁啊 他就像你讲伪球迷处 他就哇好开心我看世界 但我都不知道谁是谁 他就只是看谁帅 就看体型 看肌肉 其实女的真的比男的好色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一点 不是不是 他脑子里没别的事 你真的 不是因为现实生活 当做男权社会对你的压抑 所以女的只有在看球这样的时候 才比较好意思说 谁谁谁的屁股啊 谁谁谁的胳膊啊 对对对 平常生活当中啊 比较娇修一点 不好意思说出来 对对对对 我这个观点要修正 有错误 这里面有点微小的区别 上次吴君如来就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谈对了 就说我们老以为啊 女的好像挺好色 比如说很多女的看见球员 意大利球员 尤其是把衣服这么一脱 他就尖叫 后来我就说啊 你仔细观察啊 他不一定是好色 他这个是反应是有区别的 你看这个女的 要是看见男的跳什么脱衣舞 钢管舞 乱叫 你看他这个反应 男的要是看那种脱衣舞 钢管舞 男的都不出声了 就喘出气了 半张的嘴 看鲁熊的说法就半张的嘴 你知道吗 应该是不能随便移动吧 那不同的反应 气氛完全不一样 你是这样 就是 就是你在我在美国 就看 看过那种酒吧 跳那个table dance的 女的呀 要是碰见这种男的 女的嘴上来讲 其实她是个娱乐 她快开心高兴 男的周围坐一圈就这样 拿着五美元的 下了骨子的疯狂的投注 对对对对 咱们还是说球啊 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 之后见 韦杰还真行啊 就是女球迷能够到这个境界 比佑婷会看球 你确定她不会看球 说不定她非要厉害 佑婷我们以前讲过球 她是在看球的地方看男人 怎么看球 她看那些男人 她说男人在看球的时候 看得出他们的性格 所以韦球迷也有不同的 不同的层次 所以她叫韦杰 不是我跟你说 哎子东老师 我真是要跟你请教 我看就是荷兰把这个西班牙啊 给虐成这样了 我老觉得我是外行啊 我老觉得这是偶然 因为我记得上届世界杯 西班牙是不是个慢热型的球队 西班牙上次第一场输给瑞士 对 但我跟你讲不是偶然 不是偶然 你这近几年 你要是一直跟踪看巴萨的比赛 你就知道 他们那个踢法了 太成功了 所以全世界大家都在研究 怎么破她的这个踢法 那你说怎么破的呢 她是什么能破她这个踢法 怎么破的 我要是有这么高的水分 他就不破在这 他就去世界杯了 我就不叫我球迷了 对不对 那我从我这个外行球迷的角度 我觉得她怎么破的 就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这个罗本和范佩西啊 准确性无限提高了 那她就是往前 这是不是叫长船冲掉 还是叫就大距离往前带啊 但是问题 你看那个罗本 那个范佩西 那就是那场比赛 太准了 是一个像梦幻一样的比赛 对啊 那场比赛 你看这个西班牙队 他是半个黄马 半个巴萨 所以无法融合的打法 不不不不 他们当然都是西班牙人 其实你看我们平常看惯了 老是巴萨跟黄马 这世界顶端对不对 现在很均嘛 这两个队伍合在一起打 你想这照理说是很好的 可是你没想到这个荷兰 范佩西是曼联 他本来是阿森那的 这两个人平常发挥的 还没那么好 罗本尚被人家说嘛 单刀不入嘛 他老单刀嘛 老不入嘛 对 你看这次两个球都入 对 范佩西这个球啊 将来会永久刻在人的这个记忆里面 就这么飞 飞行的 飞过去 所以但是有点把其实打掉 但是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关注 西班牙怎么跟智力 对 要看第二场 要是他能够打进这个复赛呢 那西班牙还是可以走段路的 还是可以走段路 而且荷兰呢 这么早的热闹 这个世界杯的惯例 一个球队太早热闹 不是好事情 对 不是好事情 所以他他那么早的 很多人并不看好 那巴西队倒是可以值得看好的 巴西你反倒看好 巴西当然 巴西是全队很强的 那巴西跟阿根廷你比较看好哪一个 我看好巴西 为什么呢 因为他整体力量强啊 巴西整体力量强 巴西整体力量强 而且你看那个内马尔啊 他在巴萨啊 其实是一直 却从在梅西的这个权威之下 虽然我非常喜欢梅西 但是你看内马尔在 在巴萨踢的就很郁闷 回到巴西啊 他真是王者风范 到处跑 但是呢 这次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 这次的时间很糟糕 真的 这是对中国人 中国说什么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啊 我觉得中国在世界 这次就看出在足球世界 中国真是太被欺负了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糟糕 不能再糟了 你要是 要考虑中国的时间吗 你要你想想看 我们是最大收视群了吧 如果说是亚太区来说 我们是人数来说最大收视群 如果是人数来算的话 我们这里的收视群是非常大的 可能完全不管 你看要是在亚洲比赛 当然我们核算 对 在欧洲比赛差七个小时 对半天也好 我们最晚就是看晚上三 半夜三点 看完就完了 也可能十二点比 也可能之前比 现在这个时间啊 这点儿 要是我跟你讲 是睡还是不睡 对啊 那每个人都不知道 是不是要提早睡 睡到半夜起来看 还是要睡 看完再去睡 最恶劣的是三点之后 还有场六点 这就让我们怎么活呢 六点非常好看 你知道他坏在哪里 要是在美国比赛 我们也好办 因为美国把时间 安排在他们的晚上 换句话说 我们看NBA的决赛 我们看橄榄球 都是早上看 无所谓 我们可以起来 那为什么南美排这个时间呢 他就是为了迁就欧洲 哦 霸权 这个世界的足球 你看世界杯 其实他的霸权就是欧洲的这些俱乐部 跟欧洲的足球观众 这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所以他们的比赛是那里中午十二点 下午三点 下午六点 他没有晚上八九点的比赛 你说连南非的南美的人都郁闷啊 因为最好看球是吃完晚饭以后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有个战术考量 因为其实欧洲人非常的怕热 跟怕晒 就是如果说在他这样子的 就是在这一次这个巴西的天气情况 其实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湿热闷热 你的意思就是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反怪 他们纯心把它放在那边 对就是把他放在那边把他杀了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 我觉得不是说迁就他 而是为了要绝杀他 哦原来欧洲是这个足球世界的贵族 我们是贱民 这帮贱民那么爱看 我们中国啊 我这次深深感到 中国应该申请办世界杯 真的应该申请办 中国啊 你要踢到世界杯 什么拿罐 或者像韩国这样搞到前四 有生之年都不敢想 但是中国要是办一次 是很滑呆的 你看下一次在俄罗斯 再下一次 他们现在说卡塔尔 花了钱去贿赂 有可能会换掉 哎呀这个卡塔尔要是办对中国 这太糟糕了 为什么 亚洲啊 亚洲一次办过以后 又要轮 又要轮二十年了 你明白没有 对对对 所以 对没错 咱中国办 咱还有张艺谋呢 那家开幕式 是吧 至少开幕式比较好看 对对 花也不会花到九百万 没错 归来 中国啊 已经对世界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嗯 前些年啊 我06年去德国看的时候啊 我就注意到了 他们不管哪个队 要好 手里举的旗子的 这个裙子的旗子 全没定下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在帮中国经济 这次他们升级了 那个电源啊 全是那个光服入户 就是中国英利啊 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啊 对对对 里边的LCD全是中国造的 就是中国已经在 可是中国这么被欺负啊 所以中国应该申请 中国对 你你你你知道申请的什么好处吧 巴西的房价 不说旅馆啊 巴西的房价过去五年升了百分之两百 哦 现在六万人民币一平方 你还嫌中国房价不高 至少中国不是现在缺乏 在泡沫化破掉之后的话可以 中国现在大家担心那个缺乏 那个持续这个力吗 要是2020甚至30年内 中国能办一次世界杯 嗯 很多事情都可以办了 没错 没准咱国家队啊 也可以打进去 也可以办了 第一 把全国的高尔夫球场 改一半为足球场 至少 现在这个阿里巴巴进去了 一个说不定其他也会进去 进足其他足球队 所以就会你知道改变这个生态 中国现在应该 应该 应该把卡塔尔那个事情给他颠覆 对 对对对 拦截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 巴西队夺得第七届世界杯的冠军 就是周年 就是周年 然后我还能跟你说呢 1967年的6月17号 我国第一颗清淡的国家 哈哈哈哈 你知道 就巴西 我就跟你说这个巴西啊 我这次突然又找回来点感情 嗯 我想起啊 我最早的爱就是巴西啊 当年我们最早看到世界杯 嗯 那个时候巴西这多少年就像我们的那个 初恋情人一样 我就迷巴西啊 但是后来我一情别恋了 随着那个风云变换 又爱了西班牙了 爱了阿根廷了 爱了德国什么的 但是这次好像 找到初恋的感觉吗 也没有 费力那个时候我是没赶上 我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年是在阿根廷 那个叫肯什么 那个那个运动员 那个时候他们全留的长发 嗯 那是文革以后第一次看到外面世界的图像 哇 非常疯狂的那个阿根廷 对 你最早看世界杯 你可能比我们早啊 我们不太开放 我最早看是看那个 罗纳斗啊那一些的 罗纳斗 他是最所幸福 对 你要以年龄来说 年龄 我知道的你都不知道 他说苏格拉底 你的过去我来不及看你 苏格拉底你怎么会知道 当然了 我最早看世界杯啊 那时候你 你也不是捏尿泥的时候吗 那时候 一边捏一边看吗 我都不小了 我都老人愿 白贝利 技科 知道吗 那场球是经典 对 我这个电视机是9寸黑白的 嗯 我们前面放了一个放大镜 我和我爸爸在一起看 我这一辈子都会忘掉 就苏格拉底那 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大陆人民 其实水深火热了 水深火热 我都不知道电视机怎么样摆放大镜来看 放大镜把它看得大一点 你知道我们怎么看电视啊 一个9寸的电视啊 全楼的家庭都出来在院子里看啊 你以为电视是自家的啊 电视是这个楼全楼的人 大家挤着一起看 大家挤着广场上 现在就去印度旅行 还能看到这个景象 没错 很多人挤在一个院里看一个电视 那个时候我哥是个无线电迷 他做的一种盒子能干扰电视信号 我们俩就在人群里 穿在兜里 一到那个苏格拉底快进球 就要射门的时候 哈 电视 把全楼的人急的啊 你们又被打吗 当时 再会等我们一恢复正调求劲了 哈 哈 世界杯不单是赚钱的商机 它再来不赚钱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